相信每到农历七月 不管是在网路上还是在电视上 常常看到鬼月禁忌 不过你们听过 其实鬼月出门时 穿着也是以大学问的 你可不想晚上出门时撞鬼 今天要来看五大鬼月流行穿衣禁忌 每个人衣柜都至少有一件破坏风的牛仔裤 现在年轻人认为衣服反骨也是一个流行 为什么会说在鬼月不要穿有破洞的服饰呢 在破洞风格流行以前 民间传统观念是 鬼门一开之后一定会有阴魂游魂 没有人祭拜烧衣给他们 所以身上衣服一定都是破衣 到开门后就要来阴间抢街上的衣职 公平 如果你刚好在阴气重的地方 或是夜晚穿着破服饰 那么就有可能被这些没有新衣服穿的游魂认为 你是来跟他竞争抢衣抢食物的同类 说不定晚上回家后身边就多了一群人 所以如果你是特别喜欢破洞款式的 就算铁齿也最好将这些衣服先收起来 避免遭到不幸 第四 过腰披头散发 有一头过腰长发是非常气质漂亮的 如果你刚好是有着一头飘移长发的人 在鬼里也要特别注意了 就像上面所说的 我们都不想被看成同类 没有真理过的头发在晚上阴暗的地方 不只容易吓到人类 就连好兄弟也可能会把你当成同类 有长发的人出门最好还是扎起来 如果你想要这个月剪头发也要注意 民间传说如果头发长到一定的长度 就会养出发灵 如果在不适合的日子剪头发 不仅对自己也会对射击师的运势不好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晚上睡觉时三魂七魄会跑出去 剪了头发你的灵魄会找不到自己 第三 太过暴露 夏天天气热 在家或是出门当然是穿得越少越好 现在也刚好流行 一字肩或是斜肩款式 不过鬼门开之后 各位爱美的女生们就要小心 不要穿得太漏了 至少衣服要选择能够遮住肩膀和胸口的地方 因为鬼门大开后 是让所有不同的鬼出来放风 包括许多色鬼会出来徘徊 民间传说 色鬼特别喜欢捉弄穿着铺路的女性 特别是漏肩的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方法 让其他人去拍戏漏肩女性肩膀的凉把火 然后吸取女性的精气和香气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除了穿着铺路容易吸引色鬼之外 如果你看太多成人片或是助性过多 旁边都会招来许多幽灵站在你旁边 因为吸睛也是他们摄取失误的来源之一 第二 同色系穿搭 相信大家都听过鬼月最好不要穿红色衣服 因为红色在民间是厉鬼的传说 如果厉鬼误认你你也是厉鬼 则会对你带来追捕 黑色也是个禁忌 因为黑色是不想和灾难的意思 也容易沾上负能量带来不幸 另外白色在民间行俗是问伤的象征 所以如果鬼月出门 全身白也是不想的意思 除了白色有问伤的象征 披上麻纸米白或是披肩外套 也是有一样的意思 还有比较敏感的人表示 鬼魂中色轻鬼会发出绿色的光 如果七月穿深绿色衣服 容易被误会是色轻鬼附身 其他幽灵就会一起附身在身上 而在阴间世界里 灰色则是被认为是最弱的鬼魂 也是要投胎的鬼魂 所以鬼月穿灰色出门 则是会受到四周影响 容易感到悲伤和不安 甚至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念头 黄色也是认为在这鬼月尽量少穿微妙 有人说黄色是妖精的颜色 也有人说是欲望中的鬼魂颜色 穿黄色则是容易吸引这类的灵体 而出现金钱灾难 第一,红色唇膏眼影 就算是穿红色一样的道理 女生的妆容也要注意 颜色的用法 刚好农历七月也是夏天 太亮眼和重的妆容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清爽 在晚上大红眼影或是口红 也容易不小心被灵界朋友关注 除了颜色要注意之外 另外一个民间传说就是 不要躺着化妆 虽然应该很少人会这么做 主要说法是 只有过世的人会躺着被化妆 所以如果你躺着化妆 也可能容易被误认为同类 容易吸引灵界的朋友在你身边围绕 以上就是鬼越衣服穿搭的民间传说禁忌了 不管你信或不信 保持一颗尊重的心还是最重要的 也不要因为什么衣服都不敢穿 就裸体出门 这样反而会吸引警察叔叔注意 如果你喜欢鬼越特辑 记得帮我分享给你朋友 那么就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